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慕容在戏字中写 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流着自己的泪 相信每个人都会在某一瞬间 被影视剧中的一句台词深深打动过 201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在今年大火的那些电视剧中 是否也有这么一句话 让你恍然大悟 感慨万千 都听好中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 其实就是普通人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有人说都挺好 应该更名都不好 无论是为人父母 还是为人子女 苏家这一大家子都有一身的毛病 但是故事的结局 却是父母子女间一场迟来的大和解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苏大强 忘记了全世界 却依然记得当年偷偷攒钱 给女儿买复习资料的事情 自始至终 对父母心怀怨恨的苏明玉 也在记忆中 看见了小时候自己受委屈 被母亲搂在怀里的画面 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明白那句让人泪崩的台词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 其实就是普通人 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也没有完美的孩子 孟子说 父子之间不择善 父母不过分要求子女 同时子女也不过分要求父母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说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可以选择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 从底层一点点爬上来的 法服律师陈昌 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告白 不是每个人生来都可以选择 你有爱你的爸爸 爱你的妈妈 你们甚至不用去担心 你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我们没有那么好的家庭 没有办法好好读书 甚至没有办法好好睡觉 我们很穷 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出去外面打工 但有时候坐一两个月 就会被炒鱿鱼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是在不断地被否定当中成长的 甚至有时就会相信 那些在脑袋里面说出 他们没有出息 没有用的那些人 那些声音 是真的 这世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过着一样的生活 也不是所有人一出生 就有优渥的环境 有人住高楼 有人住深沟 有人观万丈 有人一生锈 就像银魂里说的 和含着金汤石出生的少爷不同 有些人光是活着 就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小花喜中有句台词说 该他们走的弯路 一条也少不了 该他们撞的南墙 每个都得撞 小花喜是一部何家欢的喜剧 更是一部成长的教科书 人活一世 没有谁不希望一帆风顺 但是坎坷和挫折 不是一时的遭遇 而是一辈子的事情 该我们走的弯路 一条也少不了 该我们撞的南墙 每个都得撞 只有精力才能让人成长 只有痛苦 才能让人坚强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答 三十岁左右的人 来谈谈你犯了哪些错误 网友们纷纷反思过往 但是在一片忏悔声中 我却看到了一个 让我眼前一亮的高赞回答 每个人都是错误的 人生就是一个开放式纠错的过程 他说 如果不是当初大学毕业选择失误 没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他也不会再后来拼了命地去考研考博 收获到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的offer 王小波说过 生活就是一个不断受垂的过程 唯有疼痛 让人成熟 庆余年中的一句台词 这个世界上 若是没了让你甘愿赴死的人 活着何其无趣 看过庆余年的人都知道 电视剧中最动人的 不是男女主人公的儿女情长 而是作为朋友 藤子经说给范贤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 若没有让你甘愿赴死的人 活着何其无趣 前一分钟 藤子经还信誓旦旦地说 在危险来临时 他会逃之夭夭 可是后一分钟 范贤遇到刺杀 藤子经不但没有跑 还挺身而出 舍命救下范贤 古人言 是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荣 正是因为我们的心中 住着那么一个 让我们可以赴汤蹈火的人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凉薄的人 感受到那么多温暖 石铁生在命若琴弦写 人不能没有爱 尤其不能没有所爱 不能被爱固然可怕 但如果你爱的本能 无以寄托 就更可怕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众生皆苦 为所爱而活 才能尝到甜 破冰行动中有句台词 有时候 看不到 真是一种幸福 在微博上看过一段对话 有人问 生活难吗 回答 生活比你看到的 往往还要艰难 而真正的艰难 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我曾看过一位老父亲 在工地上省吃俭用 饿着肚子 节约下每天的午饭钱 只为给孩子多攒 下一个月三百元的生活费 我也曾遇到过 一位年轻的白领 白天在写字楼里光鲜亮丽 偶尔也会带着老婆孩子 外出旅游 可下班后 却瞒着家人 开网约车到深夜 我还见过除夕夜 热闹欢快的街头 人潮汹涌 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城市的另一个角落 有年轻的民警 为了守护万家灯火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人间一点一滴的幸福 背后都有人在奋力托举 就像破冰行动中 老警察蔡永强这句 让无数人泪目的台词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有时候 看不到 真是一种幸福 老酒馆中的一句台词 人这辈子 能碰上就是缘分 能喝上一顿酒 就是缘分不浅 看老酒馆 给人最大的一个感触便是 缘分二字 前一集还一起喝着酒 说说笑笑的朋友 到了下一集 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鱼海棠中说 此以后 八千年为春 八千年为秋 春秋阁下 生死不见 我们从未相信 曾是不分离的两个人 有天也会变成一春一秋 咫尺天涯 可生活往往就是这样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有些情谈着谈着就淡了 武侠小说里常说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 可现实 哪有那么多来日方长 有的只是乍然离场 每一次告别 最好用力一点 多说一句 可能是最后一句 多看一眼 可能是最后一眼 怒情相惜中的台词 有些事物到了最美丽的阶段 反而就距离毁灭不远的 怒情相惜的故事 和他的这句台词一样 当人们在追求 极致富贵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就会变得贪得无厌 欲罢不能 然后迷失本性 白岩松在年初的一段演讲中 分享过自己的一段经历 两千年的时候 白岩松成了 全国最火的主持人之一 那时 春晚里有他 奥运会直播里有他 更是各种大型活动的座上宾 一切都炙手可热 美丽非常 但他却隐隐不安 因为他发现自己 失去了成长的空间 和向上的动力 于是 他宁可辞去一切职务 换个地平线再生一回 当他再度回归 我们才遇见了 现在在新闻栏目里 叱咤风云的老白 饮酒半憨正好 花开半食偏延 无论人还是事 毁掉他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他达到完美 达到极致 长安十二时辰中 有句台词 知道自己要什么 有难处就能忍了 看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 你会为千年前 长安的繁盛感到自豪 但是你更会为 高呼不退的长安人 感到骄傲 做了十年大唐军人 九年不良帅的张晓静 守护长安 早已是鸣刻在他骨子里的 职责和使命 当上司直言 今日长安危矣 一人以折 需另一人扛起 这救护长安百姓 于水火之中的重担 张晓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不在意自己 此时饱受冤屈 也无所谓自己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尼采曾经说过 一个人知道自己 为什么而活 才会去忍受 任何一种生活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家庭 只要当你明确了 自己的责任 你就能够任凭 风刀双剑 言相逼 我自窥然不动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中 来世上一遭 本就是要好好过日子的 眼睛是长在前面的 本就应该向前看的 在知否中 我们不止一次地 听到一句台词 一切向前看 尤其是小公爷齐横 无法忘怀明澜 在一个已娶 一个已嫁 再度相遇时 明澜的那句 当头棒喝 咱们这一辈子 若是一直往回看 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生活中有太多 值得去发现的东西 有太多 值得去遇见的人 所有的停留 都是对人生的辜负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写道 别在树下徘徊 别在雨中沉思 别在黑暗中落泪 向前看 不要回头 只要你勇于面对 抬起头来 就会发现 此时的阴霾 不过是短暂的雨季 向前看 还有一片明亮的天 不会使人感到彷徨 人这一辈子 说白了 无非一半是回忆 一半是继续 真正聪明的人 不会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 而是始终相信 如果事与愿违 一切都会过去 韩寒在《后会无期》中说 我们听过很多道理 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 其实并非有些道理 我们不明白 有些人生路 我们不会走 只是因为没有经历 所以无法感同身受 当你真正听懂一些话 认清一些事的时候 你已经收获了成长 走向了成熟 与朋友们共勉 好 今晚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 不要忘了在下方点赞哦 我是云湾 我们下期再会